这一节的欢宇大话题要来关注到的是苹果和苹果供应商 他们现在面对到的危机 那么随着中国上海和临近的地区开始实施的就是 封控的措施以及严格的防疫措施 其实有许多的供应商他们现在都是停产的一个状态 甚至已经停产好几个礼拜了 那么在过去一个月的时候 疫情冲击了上海江苏省还有浙江省 那么从苹果他们发布的供应商名单上面 就可以看到上海是有31间 企业的那么江苏有79间 浙江是有7间 所以苹果在财报会议当中他们就警告了 中国疫情的重燃可能就会影响到第三季的销售额 那么苹果执行长库克他就指出了 苹果供应的限制主要就是集中在上海 所以现在预计第三季他们受到影响的营收 可能就会达到80亿美元 不过随着防疫政策是越来越严格 对中国的经济的冲击当然也是逐渐的扩大 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复工 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位在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苹果供应商 他们将成为地方政府重启工厂营运的优先名单 不过除了疫情影响收益之外 其实晶片和其他的基本材料持续的短缺 也造成了苹果无法倖免于晶片供应链的挑战 所以库克他就表示说了 他说iPad的业务在最近一个季度 其实存在非常严重的供应限制 但是苹果其实还存在许多销售方面的问题 因为库克他向来是比较重视利益的 但是他不重视设计 像是这一根小小的SIM卡 退卡帧他其实就要价4美元了 大约就是台币118元 但是如果你在Google上面随便搜寻一下 就会发现最便宜的其实就只需要1元左右 因此也IP了这个根本就是信仰帧 因为愿意买单的用户可以说是信仰满满的 另外从苹果最近的产品策略 可以看见的就是在库克的领导之下呢 其实苹果现在是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一个方向 所以对库克来说商业利益是最重要的 因此在许多产品大幅降低设计思维比重 甚至许多设计都只是配合产品功能来打造的 因此也让不少市场看法就认为说 苹果后期推出的产品 其实并没有具备过往苹果精品般的设计风格 这个与贾博斯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贾博斯他在担任执行长的时候 他是将产品设计永远摆放在商业利益之前 那么由于负责产品设计职权变少了 所以前苹果的首席设计长艾夫 他决定在2019年中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苹果 接着他就自创了一个独立的设计公司 所以目前市场普遍认为了 虽然苹果现在市值是已经超过了1兆美元的规模 但是呢其实更担心了在没有这样设计灵魂加持之下的苹果 是不是还有办法持续的维持成长的动能 不过现在更让苹果头痛的 其实就是苹果现在可能会设违反欧盟竞争法律 那么欧盟就会主管反垄断事务的执行副主席 他叫做维斯塔哲 他就表示说了呢 其实苹果涉及滥用在行动支付市场支配地位 来限制竞争对手使用NFC晶片技术 也就是近距离无线通讯的晶片技术 来独厚苹果自家的设备上Apple Pay的系统 那么对此呢 欧盟主委会他们已经向苹果发出了异议声明书 而苹果方面则是表示他们会持续的 与欧盟主委会来进行沟通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8 birds 2